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川德阳一老人与公交司机发生争执 引发车祸 导致车上多名乘客受伤 马术治疗来自新兴的孩子 康复训练让马儿当医生 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平时很少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然后接触马术也是第一次 在我们这个创业当中的时候 也同时就是自己找着自信 自强自力 集市顺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观众朋友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第一报道全面征集新闻线索 我们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01431-8850-1234 随时开通 欢迎拨打 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线索已经采用 还可以获得300到1000元不等的一份现金奖励 来关注一下新闻 3月30号20点30分 我们迎来了第11次地球一小时吸灯时刻 当晚全国众多地标建筑物的灯光同时熄灭 同时世界很多国家的城市也都参与了这次活动 现在是晚上8点15分 距离此次地球一小时活动还有15分钟的时间了 8点30分整地球一小时活动将正式启动 来激发人们对保护地球的责任感 昨晚8点半 长春许多地标建筑物熄灭了景观灯 此时城市内许多地标消失在了黑夜中 地球一小时也称观灯一小时 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07年向全球发出的一项倡议 呼吁个人 社区 企业 政府 在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20点30分至21点30分期间吸灯一小时 以此来激发人们对保护地球的责任感 以及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思考 表明对全球共同领域气候变暖行动的支持 挺有意义的 然后能激发大家对这个环保这方面的一个认识 能够倡导人们更加节约环保 促进一下现在人们就是有一下节约的意识 因为现在用电用水什么的都不知道节约 除长春外 3月30号晚 中国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不少地标建筑物也参与了西灯活动 包括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中银大厦 中环摩天轮与会展中心等 都在这一小时内熄灭非必要的灯光 除了中国香港 中国许多城市也参与到了这次活动当中 大铃盛亚海洋事件里 几十位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们手持荧光棒 一起参与地球一小时海底西灯夜活动 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环保知识 还在海洋事件里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夜晚 除了中国外 世界许多国家也参与了西灯一小时活动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多处重要建筑及景观 均关闭照明一小时 以宣传节能环保的理念 第一报道续新 孙宇林 谢霞东报道 为了打击黑车 长治市交通运输局的执法人员连日来一直不间断地进行执法 除了像机场 火车站 客运站等等客流集散地之外 还对一些客运搬线线路上的黑车进行了整治 跟随镜头一起到执法的现场来看看 3月15号 根据线索举报 长治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四大队的执法人员 在米沙子岩县附近 开展了针对非法运营车辆的执法检查 并发现了这台车牌号为J1FU开头的私家车 存在着非法运营的嫌疑 下车我们给你靠边儿来 下车 靠边儿就完了 我不是干活儿不啥 不能走烧 我没有钱的 我大哥坐车我能要钱吗 是朋友还不知道交通人员 在对司机进行控制和取证后 执法人员也对车上的乘客进行了取证 但在取证过程中 执法人员发现车上一位女子 自称是该车驾驶员的妻子 而车上其余两位男性乘客 军事他们的亲戚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 执法人员又分别对车上其他乘客 进行了调查取证 而取证结果 与车上女子和驾驶员所说的 却大不相同 两位男性乘客均表示 自己只是坐车出行的 并且也正常和司机谈妥了 赢交付的车费金额 在哪儿坐的车 到哪儿 多钱 多钱 40 你呢 老实话 你也40 执法人员介绍 根据乘客举证 可以确定该车驾驶员的非法运营行为 当天执法人员对该车进行了暂扣 后续处理中 执法人员已经根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 第59条第一款的规定 则练习停止违法行为 拟出一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下面说的这个事呢 让人很气愤 3月24号 四川德阳一老人 在乘坐公交车的途中呢 与公交司机是发生了争执 这一争执呢 导致了车上的多名乘客被住院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4号上午7时许 四川德阳三路公交车 从国龙镇驶向市区途中 行至青衣江路上 跨丽礁桥下时 一乘客王某某 因嫌车速太慢 与公交车司机发生争执 继而用手拉转司机 这一拉转 导致公交车与一辆货车碰撞 至公交车上六名乘客受伤 事件发生后 德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 迅速将肇事嫌疑人王某某控制 将伤员送医救治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因涉嫌以危险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罪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目前受伤乘客 两人住院 两人留院观察 两人检查 已无大碍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三月二十八号上午 严吉士法院公开开庭审议 严远州首例被告涉嫌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 说到这些案件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在去年的十一月初 我们曾经报道过 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七号 国库高速上 一名罪酒乘客 殴打客车司机 造成客车失控 与隧道墙壁发生碰撞的事件 当时车上是有二十八人 索性只是司机受了伤 并未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事件中的打人者 被依法当庭宣判 获刑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公诉机关指控 2018年十月二十七号 被告人郑某 酒后乘坐孙某驾驶的 严吉至图门的大型营运客车 该车行至 浑屋高速浑春方向 73公里长安隧道内时 郑某因要求孙某 在高速公路停车遭聚后 挥拳殴打孙某的面部 造成客车失控 与隧道墙壁发生碰撞 司机孙某面部受伤 有路产损失的交通事故 经过审理 法院认为 被告郑某在正常行驶的 客车内殴打司机 危害公共安全 其行为已经构成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由于被告郑某到案后 如实公诉犯罪事实 其家属已赔偿被害人 孙某的经济损失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14条 第67条第三款制规定 审判长李祝善当庭宣判 郑某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庭审结束后 严吉斯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该案案情进行了通报 严吉斯法院将对妨碍安全 驾驶的行为欲严惩 望广大的乘客 预示要冷静处理 切莫在行驶中的车辆内 发生争执 或者攻击行车司机 否则后果严重 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第一报道 从2018年11月28号 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 真正开始关注公交 关注公交安全 应该说这样的事件发生 绝非偶然 今天我们记者也走上了街头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乘车的那些事 你没遇到过 就是乘客和司机 发生口诀的这种情况 遇到过 遇到过发生争吵 但是没有说动手的时候 遇到过 通常一辆公交车 搭载几十名乘客 司机承担着 安全准时运行的职责 一旦遇到私承矛盾 司机的处置方式 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 到底该如何正确地 面对处理私承矛盾呢 我们是双口服务行业 首先一定要里让乘客 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 首先把车停靠在路边 然后如果遇到 解决不了的问题时 第一时间拨打10 进行报警 从公交集团的角度 公交作为服务行业 要保证乘客安全 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 但是避免隐患的发生 除了约束驾驶员 更需要乘客的安全意识 和理解 坐公交车的百姓出行也多 有些人对公交司机 还是不太理解 那如果您真的是 遇到了这样发生 您会第一时间 站出来制止这样的情况 我想我会 这个时候我会 制止乘客 并报答报警电话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司机的优质服务 乘客的及时阻止 除此之外 其实安全隔离门 也是不非一个减少事故 发生的好办法 截止到目前 全国各地已经有多个城市 为公交司机安装了 独立驾驶室 北京70%以上的公交 是有安全隔离门 南京8000辆公交车 有一半以上 装有防护隔离门 先七成公交 是有独立的驾驶室 武汉有近三成的公交车 是拥有安全门 长春首台安全隔离门 已经在119路试运行 目前试运行反应良好 这些呢 都能有效地解决 事件的发生 但还有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也希望大家能够牢记 车在行驶中 乘客对驾驶员进行拉扯 这本身就属于一个违法行为 继续来看行轮 提高报名的门槛 取消文科专业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 近日是陆续公布了 2019年自主招生减章 与去年相比 招生政策是明显趋延 2019年 全国共90所试点高校 有自主招生资格 其中77所高校 面向全国招生 对比各高校 今年和去年的 自主招生减章 可以发现 许多大学 在今年的自主招生中 都取消了文科类专业的 招录计划 例如 根据清华大学 2019年招生减章 今年该校招生专业类 包括建筑类 土木类 环境 化工 与新材料类 等理工科专业 与2018年 该校自主招生专业相比 人文与社会类 法学类等文科专业 被取消 对此 清华大学招生办 负责人回应 取消文科专业系误读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的目标 是选拔具备 基础学科和特色学科方向 特长 及创新潜质的学生 符合条件的文科 理科考生 均可申请 不过类似的事情 不止发生在清华 据不完全统计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重庆大学 等多所高校 都取消了部分文史类专业 或是在招生计划中 削减相关文科专业的招生数量 除了取消文科专业外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不少高校都对 自主招生名额进行了压缩 例如中国地质大学 2019年招生减账规定 该校今年自主招生计划 为110人 而在2018年 该校招生计划 为225人 下降了一半多 而中山大学 2019年计划 自主招生175人 较去年招生385人 减少了210个计划名额 降幅同样过半 虽然北京大学 和清华大学 都未公布具体的计划招数人数 但也均强调 宁缺误滥 而树立各高校 今年自主招生减章 和相关政策 大家还有一个明显感受 是门槛高了 优惠政策更加严格 其中权威性高 公信力强的学科竞赛 成为不少高校的标配 而大部分高校 对单科长级 论文 文科类竞赛奖项等 此前的自主招生 敲门砖 提及较少 对于学科特长 或创新谴质特别突出的 数学物理化学 奥林匹克竞赛 全国决赛的 中国校核准参加面试的 高考成绩达到 所在省份 本科一本线的 我们可以优先录取 第二类就是 获得省赛一等奖上的考生 主要是数理化三科的省赛一等奖 和信息生物国赛三等奖的考生 可以获得这个 二十分的加分的一个优惠 所以我们在优惠幅度的控制上 变得更加严格 那么目的也是为了 保证我们的高考录取 变得更加的公平和公正 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 加大了校考阶段 素质考试中 对体制测试的重视力度 所有高校都规定 考生要参加体制测试 相当部分高校明文规定 体制测试不及格者 就无法获得参加 专业能力测试的资格 像华中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武汉大学 中南财经大学 就做了这样硬性规定 各校都对体测科目做了说明 考生可有针对性加强锻炼 因为自主招生今后 终点要培养我们国家的 基础学科方面的人才 基础学科方面的人才 要在漫长的时间里 参与科学研究的活动 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条件素质 那他很难坚持下来 上海市肖宝伟近日公布了手机应用程序 涉及个人信息全线的评测结果 报告显示 有25款APP收集个人敏感信息 巨美优品 饿了吗等9款APP 则因涉嫌过度获取全线被点名 上海市肖宝伟此次主要测评了四个方面 包括APP所使用的目标API级别 APP敏感权限的数量 敏感权限的授权方式 以及查看是否存在 无实际功能对应用的权限申请 结果发现 15款网购平台类APP中 10款存在问题 13款旅游平台类APP中 有7款有问题 11款生活平台类APP中 有8款有问题 根据评测结果 上海市肖宝伟与首席APP企业 进行了技术沟通 部分企业在进行排查后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优化 不过 截至到3月23号 仍有9款APP 没有对其权限问题进行更改 比如百度糯米平台 所有权限均为安装及获取 跳过了用户同意环节 神州租车向用户索取的 监控外波电话等敏感权限 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功能 饿了么则是新增的读取通话记录 这一敏感权限 对此 上海市肖宝伟也与各企业负责人 进行了现场沟通 新增的功能是在第一次测试之后 我们的新的版本当中 一个揭露的第三方插件当中 就是带了这个功能 已经在3月22号的新的版本当中 把这个功能下线了 我们经济以后 现在我与领导总部的相关处的人 一直没有联系上 我们的技术的设施跟产品设施 其实在发布的时候 第一不是来自于跟美国总部 你曾在爬得直接同意 所以中间有时候 会难免在于技术上面 重新做的硕士被改起来了 但是有失踩的情况 上海市肖宝伟要求 9家问题平台尽快更新软件版本 解决在权限索取方面存在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评测中还发现 不少网购的APP 获取了用户的日历权限 相关企业回应称 这样是为了方便消费者 了解促销信息 调查发现 52.5%的消费者 用手机日历记录重要行程 其中27.5%会记录日常生活行程 18.5%会记录生活及工作等 虽然常用日历记录行程 但只有0.4%的消费者 关注日历权限 有否被滥用 肖宝伟认为 相应的功能完全可以通过 后台推送的方式实现 不需要额外获取日历权限 而且日历中会存在涉及 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的内容 相关权限放开后 所带来的风险可能大于便利 提醒消费者予以重视 3月28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公号 发表文章称 由多部门成立的APP专项治理工作组 目前已经初步建成 APP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受理对APP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的举报 发布对APP隐私政策和个人信息 收集情况的评估及处置结果 关注公众号通过点击公众号 举报按钮进行举报 举报后会将被举报的APP 纳入评估范围 消费者协会称 该公号目前收到了 许多高质量的举报信息 其中被举报的最多的APP类型有 金融借贷类 社区社交类 学习教育类 而在举报问题上 超范围收集与业务功能 无关的个人信息 占所有举报信息的20%排行首位 近日湖南凤凰县检察院 通过其微信公众号 凤凰检察通报一起案件 该县55岁的单身男子龙某和 在自家房屋地下挖洞 囚禁性侵一名16岁在校女生 这名少女在被囚禁 24天后获救 目前犯罪嫌疑人龙某和 已经被警方批捕 据官方通报 年过50的单身男子龙某和 平时靠跑面滴车 拉客维持简单生计 因长期单身形成观看不良蝶片的嗜好 心理逐渐扭曲变态 虽产生囚禁强奸他人的犯罪动机 并为实施犯罪行为做了精心准备 在网上购买了铁环铁链 电棍人品面具和女性假发等作案工具 据媒体报道 2016年初龙某和因跑面滴略有富裕 便盖起了新房 房子建好之后 龙某和便着手在房屋地下 挖开一个地洞 作为囚禁的场所 该地下室空气潮湿 不见阳光 墙面嵌着铁环 铁环上链接五米长的铁链 铁链上扣有五把铁锁 该地下室挖好之后 龙某和便刺激寻找年轻女性 作为囚禁目标 2019年2月13号十五时取 龙某和从山江镇古堂村 开车去山江镇街上 跑车拉客 看见16岁被害人龙某某 在路边招手搭车 龙某和见龙某某年轻漂亮 随即心生歹意 以搭顺风车为幌子 将被害人龙某某骗至车上 途经山江镇建业村时 龙某和谎称禁用手机 趁机拿走了龙某某的手机 龙某某见状况不对 便跳车逃走 龙某和下车追赶 并对其进行殴打 随后龙某和用鞋带 捆住手腕 用透明胶带 封住嘴巴 用尼龙麻袋 套住上半身 将龙某某绑到地下室 然后用铁链子 缠住龙某某的脖子 并用五把铁锁 牢牢锁住 期间多次进行了刑侵 龙某某失踪后 其家人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民警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时隔24天之后 龙某某被凤凰县公安局 民警解救 据官方通报 3月15号 凤凰县公安局 依法向凤凰县人民检察院 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龙某和 严格审查证据后 凤凰县检察院 依法对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并就下一步捕墙证据 发出检查意见书 3月27号 凤凰县委相关工作人员 向记者表明将严格依法处理龙某和 受害女孩的家属告诉记者 女孩从地洞出来后 浑身脏臭 头发蓬乱 两只手已经不能动态 已经完全不成人样 凤凰县检察院 一直派了两名心理辅导师 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疏打工作 恢复其受害心理 引导其走出阴影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全省多云有时晴 预计明天白天 我省大部地区会有三级左右 西北风 全省各地最高气温会在5到9度之间 和今天相比 气温上别话不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天气网 刚刚发布的 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长春多云零下5到7度 吉林多云零下5到5度 四平晴零下6到7度 辽园晴零下7到7度 通话晴零下6到6度 白山晴零下9到5度 白城晴零下6到9度 松原晴零下6到8度 延吉多云震晴零下5到5度 长白山小雪 零下18到0下13度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休息一下心动宏告 稍后内容更精彩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第一棒到全面征集新闻线索 我们24小时的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随时开通 欢迎拨打 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线索已经采用 还可以获得300到1000元 不等的现金奖励 继续来看新闻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 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 代表性疾病 主要特征是 漠视情感拒绝交流 语言发育迟滞 行为重复刻板 以及活动兴趣范围的 显著举荐性 人们一般把这样的孩子 叫做兴兴的孩子 为了给这些特殊的孩子 进行更有效的康复训练 长春兴与同语 兴言同语特殊教育学校 请来了马 当医生帮助孩子进行康复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前不久 长春兴言同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 在家长和老师的陪同下 一起来到了金刚马术俱乐部 具该俱乐部负责人介绍 马做医生在国外已不是新鲜事 欧美的马术治疗已有30多年的历史 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马术治疗是以马 作为一种治疗工具使用 利用马的规律性运动模式 以及人马互动的所有活动 针对各种功能性障碍 和对神经性儿童的躯体心理认知 社会化及行为障碍进行治疗的一种康复治疗手段 为了让这些特殊儿童喜欢上马 活动开始前 俱乐部的教练员还精心准备了一堂生动的马的认知课 从而减少孩子们的抗拒心理 随后孩子们又来到了马术场 在专业马术教练的引导下 一些孩子顺利地骑上了马背 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呀 就是平时很少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然后接触马术也是第一次 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 可以锻炼孩子平衡力 还有就是说的这种认知啊 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真的特别感激 马上的孩子显得也很平静 他们战胜了焦虑 胆怯 脸上洋溢着自信与勇敢 除了骑马体验 俱乐部还为孩子们安排了抚摸马匹 给马宝宝喂食等环节 通过这些活动增加孩子与外界的接触 帮助他们接受新事物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3月27号 长征市长安区首家社区住老餐厅 是和谐助老餐厅在桂林街道 同光路西社区开业了 餐厅怎么样呢 老人吃起来可不可口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都存在着 吃饭难 吃饭贵的问题 那常常都是对付一口 那3月27号呢 长征市朝阳区首家的社区住老餐厅呢 在同光路与长庆街的交汇处呢 正式开业了 那餐厅除了对外的正常运营服务以外呢 主要是针对辖区内的60周岁以上的空巢 孤寡 残疾 低饱等老年人 提供用餐配餐的优惠活动 那同时呢 还将在特定的时间内 为辖区内的部分环卫工人 低饱家庭等群体 提供免费发放餐食的服务 老人自助餐是对社会上是15元钱 然后60岁以上老人是12块钱 然后低饱特困的是10亿元钱 我们营业时间到7点 7点以后我们会把当天的饭菜集体打包 由社区工作人员送到失能老人家里 如果是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来店里去做 走进餐厅一看呢 餐厅里的菜品还真是不少 那每天呢会提供20多种热菜 以及6种凉菜 那住老餐厅呢是自助的形式 餐厅呢会按照老年人的健康饮食需求 进行少油少盐的烹调 每天推出多种菜系面食 做到口味多样性与荤素营养搭配 原先吃饭困难 自己在家还不愿意做 你说就老头一个我一个 老头有点毛病吗 我就自个动的 前后连买菜做饭 非常累 孩子离得还远 就有这住老餐厅以后吧 吃饭还方便 调节好还干净 卫生好 屋里都干净 服务人员也都 服务态度还好 菜吧 适合老人吃 谁 老人小孩都 我看都行 吃都挺好 菜也挺多的 有20多种味道菜 我们吃都挺 咸淡了 都挺好的 看来住老餐厅的成立 确实是为辖区的老年人 就餐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那同时也是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那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用餐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身份证的原件 这样才能享受到应有的优惠 第一报道 新奇广言报道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呢 我们是接到了观众的电话 向我们反映在长城市卫星路上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张言了解一下情况 张言你好 好的主持人 我的现场正在直播 现在是在长城市的卫星路 先台大街至临河街的方向 我们看到呢 在这里呢 五点多的时候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当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然后这里交通事故现场已经被拆除 但是现场呢 仍然有很多残留的碎片 那据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呢 我了解的情况呢 是当时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呢 这个卫星路由东向西的主干道上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是一辆出租车 与一辆别克车相撞 那么当时呢 事故非常的严重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 当时有市民路的一些现场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当时呢 这是交警已经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这辆商务的别克车呢 发生了侧翻 同样出租车呢 也已经发生了侧翻 据当时的围观群众介绍呢 当时这个别克车上呢 是有这个驾驶 还有乘坐人员 其中呢 驾驶人呢 应该是受伤了 已经被这个120 给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出租车上的人员呢 并没有受伤 那么事故的原因呢 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当我们在赶往这段路上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起交通事故 给周边的交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从这个卫星路的这个仙台大街 还有这个会展大街 一直到灵河街 整个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呢 都发生了这个严重的交通拥堵 车队呢 大概这个排队等候呢 大概得这个五六百米 通常的这个等灯呢 一到两个信号灯可以周期就可以通过了 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司机反应 三四个周期才可以通过 但是我们看交警处理这个事故现场的 这个能力是非常的迅速啊 现在这里的交通呢 已经恢复了正常 那我们还可以通过看一下 这个这个是当时的观众翻到另一 走到另一侧拍的当时的事故的一些画面 可以看到两车当时的破损呢 还是比较的严重的 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体交通事故 是由于有人违规驾车 还是这个为了躲避行人 或者是出现酒驾 目前还不清楚等待交警的进一步何时 好的 以上就是记者张妍若冲 在微信录上发回的现场报道 好 感谢张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继续来看新闻 在长春呢 有兄弟三人 分别是患有不同程度的残疾 因为身体的原因呢 他们找得不到这种合适的工作 虽然命运对他们关上了一道门 却也打开了一扇窗 这三个人虽说是残疾人 但是心灵手小 他们发挥自己绘画和雕刻方面的专长来创业 不仅自己赚到了钱 还帮助许多残疾人 这是满满的正能量 一起来看一下 在长春有这样一个工作室 里面有数十件大大小小的木制摆件和沙盘模型 有卡车 帆船 山水 还有建筑 走近一看 细节上的刻画也是非常精致 甚至可以说巧夺天工 这些摆件都是手工制作的 出自张家涛 张家强和张家碧三兄弟之手 这兄弟三人都是残疾人 二哥张家涛患有智力残疾 老三张家强和老四张家碧患有肢体残疾 但这却并没有让他们放弃对生活的信心 和对艺术的追求 这三兄弟各有所长 张家涛喜欢研究技术 张家强在绘画雕刻和手工艺制作上颇有天赋 张家碧自学电脑设计还能够绘图 哥儿仨就想到做工艺品来赚钱 当时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呢 因为身体不好也找不到工作 后来的时候自己总共都呆着 就是自己琢磨吧 就一点一点的琢磨出来 做这些个微速的模型经观察的 东西往大了做不容易 往小里做更不简单 一件手工艺品对精准度的要求却很高 木料的考量 数据的计算 这些都足以让哥仨从早忙到晚 确定样式后张家碧负责设计 根据图片或资料先在电脑上绘制图纸 然后张家涛用适合的材料根据尺寸做出大概轮廓 接下来就交给张家强去做细致的雕刻工作 这也是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样精美的做工许多普通人可能都无法做到 就别说是残疾人了 张家强告诉记者 雕刻和绘画技巧都是他平时自己琢磨出来的 由于他的右臂不能动 只能把木料靠在右臂上 用左手雕刻绘画 这些年在钻研手工艺的创业道路上 兄弟三人非常不容易 不过他们也得到了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帮助 哥儿仨都非常感激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自己吃饭的时候问题 上班也没决要 只能是自己摸索的掌 因为也不会啥 就慢慢学自己的物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之后 得到了社会上的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是我们一直走到现在 比如我需要做一个模型 但是我手里边缺少这方面的资料 他们就把这个资料给我发过来 2012年张氏三兄弟在长春市南关区 残联和社会人士的帮助下自主创业 成立了三兄弟文化产业基地 专门制作模型木雕 砂盘等手工艺品 2015年还成为长春市南关区 辅助性就业基地 帮助他人就业 不少人看着他们从默默无闻 到小有成就的创业过程 都竖起了大拇指 我看到他这个作品 当时我感觉是震惊 没想到一个残疾人 会雕出这么完美 这么精致的作品 在这个雕刻的过程中 确实也克服了 就是自身身体 环境方方面面的困难 真是付出了特别大的辛苦 社会各界 对他这块也是占不接口 评价特别好 张家碧说 希望他们兄弟三人 能用自身的手艺 让更多的残疾人自力更生 拥有一技之长 找回生活的信心 在我们这个传业当中的时候 也同时就是自己 找到自信 自强自力 也带动身边的一些个残疾人 自强自力 以后的话 就是想把这个记忆查的 多教一些个残疾人 带领更多的残疾人 藏在这里吧 解决他们实际可能 树干受伤结成疤痕 疤痕经受过磨难 会长成树木最坚硬的地方 就像张氏三兄弟 凭着对生活的热爱 和坚强的意志 怀揣着赤子之心 在手工一品创作之路上 追逐着多彩的人生 第一报道 王玉 鱼洋报道 又到了我们第一块嘴的时间了 今天张云要和我们聊 哪些奇闻趣事呢 一起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天南地北杂谈论 嬉笑怒骂 聊古近 咱是敬唠 时刻 第一块嘴张云 在这给您行礼了 说第一块嘴 今天和大家聊什么呀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孩子的教育 那是大事情 耽误不得 下面这事呢 说的是一位母亲 被困在电梯里 她首先想到的是 喊儿子去上学 而不是自己的安危 刘女士家住在武汉汉洋溢小区 清早出门日是到垃圾 乘坐电梯遇故障 被困在三楼四楼中间的电梯 刘女士急忙拍门来求救 邻居谢女士听声把床起 她走到三楼门口处 发现有人被困在那电梯里 刘女士听见有人来 喊话内容 让谢女士是很无语 麻烦你快去我家里 喊我儿去床快上学 迟到就要会IP 谢女士听见后 从三楼爬到了这十楼 还醒了刘女士的丈夫 赶紧来处理 二人回到了三楼 刘女士讲那电梯门 是扒开了一条缝 递出来要是让丈夫 赶紧送那个儿子去学习 不过丈夫没离开 还来了物业人员来救期 经过大家这个齐努力 刘女士安全脱困离电梯 邻居谢女士说呀 别人困在电梯里 都想着快点出来 这位母亲却让人 先喊她儿子起床上学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网友们也纷纷感叹 母爱的伟大 给这位母亲点赞 同时也觉得孩子都高二了 早该自己安排作息时间了 不能再让父母这样操心了 下面说的是啊 在咱们中国 人到六十就称为花甲了 按理说呀 到了这个年纪 人也基本退休了 没事溜达溜达 出门旅旅游 这不挺好的吗 但是重庆于北的陆锦生 退休却没闲着 他现在又有了新工作 花甲之年的老路 最近生活是挺忙碌 定期往那影楼跑 脱去旧衣是换心服 低调生活大半辈 镜头之前是变套路 行男暖男和朝男 排出的效果 那就一个酷 大家以为他是爱拍照 其实里面有缘故 因为女儿是那摄影师 城市打拼是很辛苦 一直想要找男模 拍照宣传是当样目 这样顾客好操选 随样定妆啊定衣服 选择来又选择去 感觉父亲上相气质足 结果简单是一化妆 女儿老头变成了帅大叔 有人问老路啊 您这去当模特一拍 就是大半天 给你多少钱呢 朴实的他说了 帮助我女儿 哪有收钱呢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亲是个好父亲 女儿呢也是个好闺女 通过工作 女儿说这么多年来啊 我们有了第一张的全家福 而且呢 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 待在一起 陪伴最重要 是啊 孩子长大了 父母也老了 就像那歌里唱的 老人不托儿女啊 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 就图个团团圆圆 如果呢 你有时间 就多陪陪你的父母吧 这正是女子被困电梯间 怕儿迟到心中念 老来过把模特眼 镜头里面小团圆 好 大千世界故事多 咱把奇闻来说一说 大家呀 在这个电视上 网上 没少看那些 因为老人赡养问题啊 而对不公堂的亲兄弟吧 而且说辞也都差不多 老大说呢 我不能养父母 因为当初啊 他们把房子给了这老二 老二说我也不能养啊 二老的钱 没少给老三呢 老三说我更不能养了 老四家的孩子 从小是父母照过大的 他们可得管 老四说了 那老妈那金镯子给谁了 如此种种 反正想表达的核心思想啊 就是自己肯定 不是得到了好处最多的 所以呢 我就不能管这老人 近日呢 在湖北丹江口市 还是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 两兄弟竟然打起来了 都说家有一老啊 如一宝 现在这宝就没人要 年轻家中是多贫穷 含辛辱苦忙操劳 夫妻能养活一堆娃 西中坚心谁知道 好不容易娃长大 白雪早就 头上飘 本该轻松想想福 一堆孩子 却养不了这两个老 这事现在和挺多 今天这又天一遭 不过这次真暖心 儿女都该这样有多好 话说姚某我是老大 偷摸去把母亲找 趁着弟弟不在家 拉着母亲就要跑 正好弟弟赶回家 拽着大哥 不依不饶 你养父亲 我养妈 这咱俩当初可说好 今天你把妈接走 我这个儿子是不孝 我每天伺候很周到 你这么一出瞎胡闹 哥哥说当初的确是说好 可爸爸走了七年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以前家里不宽裕 母亲去了 我照顾的不太好 如今生活还可以 希望天天能够 看到母亲笑 再说我是家中大儿子 母亲就该 我照料 三言两语说不开 从上上量量便大吵 越吵那时越激动 兄弟竟然动拳脚 打在一起乱成团 拉也没用是不开交 最后无奈报了警 这让大家见了孝 民警考虑到兄弟俩打架 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同时二人又是亲兄弟 他们中间还加着一个 左右为难的老人 最终决定以调解为主 为了不激化矛盾 民警分头入户 对这兄弟进行了耐心的劝解 最终兄弟俩是握手言和 对于老母亲的养老问题 兄弟俩也答应妥善的协商 有网友说了 都说养儿为防老 但是得看什么样的儿 真摊上了不孝顺的 养活一百个也没用 虽然两兄弟打起来 是母亲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老人家也应该感到欣慰 要我说 百善孝为先 希望这家中的宝 都像这兄弟俩一样 抢着药 抢着养老 这正是大的大来小的小 俩儿争母动全脚 虽说动手是不对 但都如此该多好 好 今天第一块嘴呢 就和大家聊到这下回咱在 说稀奇 第一报道 纵览天下 来看一下发生在国内外的新闻资讯 湿埋墓中约五百年的丝绸英物 出土时已经破碎不堪 而经过中韩两国文物工作者的 巧手之补又重新修复 近日美领名商 嘉兴王殿名目 出土不是中韩合作修复 与复原成国展 正在中国丝绸服务园举行 这些名代丝绸英物 得以与观众见面 据了解 这些名代丝绸服务 是2006年出土于浙江省嘉兴市 王殿镇的一组名目 29日由世贸集团 与哈罗KT版权方三立欧集团 临手打造的国内首个 哈罗KT上海滩主题游乐馆 在上海开业 世贸哈罗KT上海滩时光之旅主题馆 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东路 世贸广场六直八层 总面积约六千平方米 主题馆以上世纪三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及现代三个不同年代的上海为背景 KT美乐蒂布丁狗 库企鹅 大野蛙 大尔狗等三里欧家族六大IP集体登场 陪伴游客组成时光旅行团 近日随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第三届新疆春季博冷会在土鲁番开幕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托克逊县万亩杏园赏花踏青 据了解托克逊县全县种植杏数四万多亩 下乡南湖村依托万亩杏园举办杏花节采摘节等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活动初步打造出南湖生态旅游品牌 如今的南湖村是天山南北最早看到杏花的地方 每年春季吸引游客十万多人子 当地时间三十日至三十一日 埃菲尔铁塔通过举办不同活动 庆祝其130岁生日 从三十一号起 参观埃菲尔铁塔的门票将换成一百三十周年特别款 游客可以留作纪念 入塔参观还可以品尝到为一百三十周年特制的品体 据了解 1889年3月31号 324米的铁塔在巴黎的战神广场旁边树立起来 为了迎接当时的世博会 而花费了月两年的时间搭建起来的埃菲尔铁塔 曾经一度引发法国各界的抗议 而时至今日 埃菲尔铁塔无疑是法国最为骄傲的国家符号 每年吸引约六千万游客前来参观 当地时间三月二十九号 一架放置在透明货车里的流动钢琴 出现在两边街头 邀请路人即兴演奏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庆祝一年一度的世界钢琴日 流动钢琴吸引了很多钢琴爱好者 甚至钢琴家们仪式身手 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热情 更多的路人则被钢琴优美的旋律所吸引 为表演者拍照和风喝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第一报道全面争取新闻线索 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 0431-8850-1234 随时为您开通 欢迎您拨打 同时呢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为我们来提供新闻线索 线索一经采用 还可以获得三百到一千元 不等的一份现金奖励 下面来看一组本周的新闻回顾 本周大世界儿童流感再度来袭 不少小朋友都中招了 发烧没精神 不爱动 浑身难受 那如何应对和预防呢 通过短片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这两天省内的气温忽高忽低 很多网友打趣到啊 用一句自改的诗啊 重力寻他千百度 你想几度就几度 这样的温度 对于很多成年人倒还好说啊 多穿一些衣物 毕竟抵抗力还是好的 但是对于很多年龄稍低的儿童来说啊 已经中了这次流感的招了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长春市的儿童医院的四楼静点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宝爸宝妈们 已经带着小患者来到咱们儿童医院 进行注射点滴 我看宝贝这个是正在贴着这个推烧贴啊 对 它是主要有哪些症状呢 它就是高烧 然后出现腹痛 然后有点呕吐 现在这个体温大概是多少 早上来的时候是39度左右吧 现在应该是退少了 不热了 宝贝状态现在觉得如何 我看这个脸色还是不大 好吗 就是感觉嗓子一点 很多家长面对孩子39度以上的高烧 就彻底紧张了 一时慌了手脚 其实这次的乙型流感 并没有宝爸宝妈们担心的那么严重 这一波的感冒呢 其实乙型流感是相对常见的 孩子的主要症状呢 就是高热 呕吐啊 腹泻啊 腹痛啊 这样的孩子相对会多一点 从目前的这个发病的情况下 脱幼的儿童和学龄的儿童 相对是比较多的 就是大家呢 也不用着急 也不用害怕 如果出现感染了呢 有发热的症状 可以自己在家口 服一些退热药 那么在48小时之内呢 如果及时就医的话 明确诊断的话 是完全可以用药治疗的 应对这次乙型流感 有效的药物是 奥斯塔维 扎纳米维和帕拉米维 如有高烧症状 可进行物理降温 或应用解热药物 如有咳嗽咳痰 严重者 急于止咳去痰药物 其实应对流感也没那么复杂 它是可以避免的 每天勤开窗通风 均衡饮食 适量运动 充足休息 减少前往人流密集场所 出门佩戴口罩 为宝贝保持良好的 个人环境卫生 及个人卫生 这些小方法都可以有效避免 还有就是 尽量在流感流行季节前 接种流感疫苗 这些方法 宝爸宝妈们 你们都记住了吗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流感这种病可防可治 重点呢 得要爸妈多操点心 宝宝才能少遭罪 那说起来 在城市生活当中 也有一种像病毒一样 特别有生命力 屡制屡饭的顽疾 不是感冒 而是黑车 总打出租车的人都知道 这个出租车呢 是有明显的标志标识的 比如车身为黄白相见 有LED的顶灯 车里有机甲器 车牌 服务监督卡等等 所以出租车在路上行驶 我们比较好辨认 但是正如病毒和变异一样 这假出租呢 也是七三二变 越来越像真的了 咱们来看看 近日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综合执法六大队的执法人员 在南三环与前进大街交汇处巡查时 发现一辆车很可疑 远看上去该车车灯像是出租车顶灯 但是走近却不能发现 这个顶灯只是用类似于泡沫的东西 简易制作的 并不是LED的显示屏 随后执法人员上前对其进行检查 乘客表示 自己是在卫山路幸福街附近上的车 当时着急去往西客站 所以也没太仔细观察车的外观 只见车里有空车牌和机架器 也就没多想 那这辆假冒的空车牌和机架器 又是哪里来的 机架器打印出来的发票 又是正规发票吗 依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的规定 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 将对其处以一万至三万元的罚款 那我们打出租车时 又该如何辨别真假出租车呢 咱们正规出租车都有顶灯 机架器 空车牌 车牌照 GAY和GAZ 都是出租车钻员后段 而且正规出租车车身都喷有公司的服务监督电话 以被乘客立即受到侵害的时候 可以打这个监督电话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本周另外一件引起关注的事 不是已经发生的 而是将要发生的 那就是清明节的祭祀活动 为营造文明祭祀 绿色清明的良好氛围 满足广大群众的祭扫需求 长春市多错并举 保障清明节群众祭扫出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路线图 为满足广大群众祭祀需求 长春市将调整两条公交线路 3月24号到4月5号期间 150路和159路公交车的终点站 由站前街调整至龙丰兵仪馆 去往龙丰兵仪馆的市民 也可以乘坐314路55路 到达西客站后 步行一公里左右到达龙丰兵仪馆 另外还将开设朝阳沟公交专线 市民乘坐公交专线两元钱 即可直达长春市兵仪馆 从3月24日到4月5日 从长春站上古大街 至朝阳宫开通了转线 经营线路本长春站 二马路雅台大街到长阳宫 配车11台 守车时间是6点 末车时间是中午12点 同时对长春市兵仪馆原有的 117路和132路 两条公交线路加强管理和调度 117路平均车隔时间 由18分钟缩短至15分钟 132路车隔时间由12分钟 缩短至10分钟 137路呢 是从长春站发往长阳的 那么配车时台 那么在清明节期间呢 所有的这个车辆 都会上线设程里面 取消这个休息车辆 第二个是132路 从中东市场 发往终点到五车路 出击长阳宫 也是在这期间呢 这个所有的车辆都上线正常一项 从即日起至清明节期间 长春市对重点技扫厂周边道路 采取了相应的管制措施 并设置相应的绕行路线 四通路的杨浦大街 至四通路东二胡同段 实施西向东单向通行 长德路的杨浦大街 至东二胡同段 实施西向东单向通行 四通路东一胡同的四通路 至长德路段 四通路东二胡同的四通路 至长德路段 实施北向南单向通行 需要驶离的车辆 可由四通路 四通路东一胡同 东二胡同 长德路 哈尔滨大街 东方广场或合肥路 武汉路返回市区 龙丰宾饮馆周围 双峰东路的站前街 至宾饮馆南门 由南向北实施单向通行 路园大街的双峰东路 至应急停车场 实施东向西单向通行 路园大街的双峰东路 至花园路实施西向东 单向通行 对通网路区的路段 路口我们都增加可见的警力 通过全天豪 全时段的视频 巡检 及时掌握通行情况 对各类的拥堵情况 事故情况和突发欺骗 做到早发现 早处理 确保安全信仓 清明节既是广大群众集中祭祀 高峰时间 也是传承和弘扬清明文化 提升市民文化素质的重要契机 建议广大市民能够摒弃传统漏袭 采用鲜花祭祀 网络祭祀 家庭追思等低碳环保方式 祭祀先人 联合工商行政执法公安等部门 加强对市殡仪馆 龙峰殡仪馆周边 阳浦大街四道街 光复路以及城区内 小超市店铺等流通场所的执法检查 严查售外烧纸行为 从3月30日至4月5日 每晚19时至23时 对辖区内的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 重点进行业界寻常 出现焚烧抛扫 殡葬祭祀用品行为者 要进行教育劝阻 对不停劝阻妨碍公务的行政执法 公安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 第一报道张亚丽宋建报道 咱们再来说一件对很多人很重要 但往往被忽略的事 这开出门下车 是现在生活里大家每天都要做的事 那就是这样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却已暗藏着一份危险 近日在长春市就发生了一起 由于开车门引发的交通事故 但是车主的解决方式却十分的过激 咱们来看看 近日微博上的一条视频引起了网友热议 该微博称 三月二十三号中午 长春市同志街与清华路交汇处 一辆黑色私家车突然开车门吓人 导致摩托车直接撞上了车门 但私家车上的人却毫无抱歉 下车后更是对摩托车驾驶员进行谩骂指责 此视频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讨论 许多网友对于私家车骂人的行为感到气愤 并认为开车门的私家车应当负全责 针对此事 记者来到了长春市交警支队朝阳区大队 对于该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进行了咨询 路边池有黄色停止线 这个黑色轿车严格说不允许停车 这个黑色轿车尾停 那么他肯定有过错 乘客这个车内的乘员开车门 没观察瞭望 影响车辆行车通行也有过错 如果这个带头归的非机动车 那么非机动车没有过错 因为个性其道他没啥过错 在停车开车门的过程中 从非机动车到驶来摩托车 那么摩托车也应该常常怎样 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他应该在机动车犯出车道内走 那他走非机动车 那他也有过错 记者在吉林省实施 《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中 第57条看到 机动车在停车场以外的 道路上临时停车 在没有设置停车博位的情况下 车身右侧距离道路边缘 不得超过0.3米 即30厘米 我们在视频中 看不到黑色私家车 车身右侧距离道路边缘的距离 但却看到了车主在处理问题时的素质 我觉得不应该骂人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该怎么解决就是怎么解决 你骂人解决不了问题 对不对 你错了就是错了 你骂人能解决什么问题 通常如果您遇到了 你会怎么处理 那就是正常的话 看看谁的责任 或者说自己能化解的话 就自己化解矛盾 实在化解不了的话 那么还是有警察什么的 开车门看似是一件小事 但在您看过这些画面后 您还会忽视停车开门 这个小动作吗 也许一次不安全的开门行为 便会给他人造成伤害 甚至令他人失去生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开门杀 在停车后 乘客在开车门时 没有注意后方的来车情况 导致后面驶来的车辆 直接撞在车门上 进而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我必须得瞅瞅后面有没有人的 要是有人的话 觉得不能开门的 就包括比如说是个开车的 就我坐车的 我得看看后面有没有人 我才能把车门都开一开 对不对 就是看看后面 后方有没有来车 在靠车之前 就看后面有没有来车 然后如果是我开车的话 我就会提示一下这个乘车人 如果是自己的话 就先看好之后再开车门 就是避免跟那个摩托车 自行车行人相撞 最起码下车之前 向右后 看一眼 观察之后 确实不能不影响 其他车来行动 在开车门 不能突然 后面不瞅 突然开车门 这样很危险的 这种发生的交通事故 尤其到夏天 发生的事故 要贫乏的事故 作为交通参与者 我们都应注意生活中的细节 养成良好的交通意识与习惯 下车时回头瞭望 可能会耽误几秒 但却不会让他人错过一生 第一报道 张北桥仁广言报道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第一报道 全面征集新闻线索 而且我们24小时的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随时开通 欢迎拨打 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线索已经采用 可以获得300到1000元 不等的现金奖励 下面是一组现场新闻 几天前在绕城高速的一个隧道内 两车追尾后车起火了 驾驶员被困车内 紧急时刻 前车驾驶员的妥当处置 赢得了执法人员的点赞 监控显示 轻卡车追尾半挂牵引车之后 轻卡车立即起火 浓烟弥漫了整个隧道 驾驶员也被困车内 前车驾驶员脱售 对一个轻卡车的方向板进行到破车 把方向板车落过后 把这个合车驾驶员救援出来 把它防到了我们的隧岛监修岛上 因为追尾 两辆车连在了一起 前车驾驶员救人之后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想到隧道起火扑就困难 前车驾驶员干脆将相连的两辆车 一起开出隧道 再将车头和车身分离 执法人员赶到之后 立即对事故现场进行管控 同时组织消防救护 养护部门实施救援 据后车驾驶员介绍 事发时 他的手机从车站以老台掉落 就在捡手机的瞬间发生了车祸 前车驾驶员生命提升是平稳的 他都是手笔和脚有骨折 如果没得前车驾驶员对他的救助 有可能他都 生命都消失在这个隧道里了 执法人员介绍 前车驾驶员救人和自救的整个过程 不仅为救援赢得了时间 而且还有效避免了其他损失和安全隐患 值得点赞 前两天在贵州安顺 交警拦下了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 盘查过程当中 交警吃惊地发现 这名男子近视竟然是高达1000度 这汽车还不戴眼镜 看路就三个字 凭感觉 前两天 关领交警大队的民警 在例行检查时 一辆无牌的二轮摩托车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事后知情民警才了解到 这名男子并非故意对民警的指令视而不见 而是真的看不清民警的手势 高度近视且不戴眼镜 男子只能凭感觉开车 而且这名男子不能提供驾驶证 车辆也没有注册登记 随后民警口头传唤男子 到关领交警大队办案中心 做进一步调查 尤其做出发宽五百路 行政纪六三十人出发 近日云南昆明公交司机陈师傅 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路过一个十字路口 一名正在斑马线上行走的小女孩 是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个小女孩是独自过马路 而且还是边走边抹眼泪 就是这名穿着粉色衣裤的小女孩 引起了陈师傅的注意 当天上午十一点左右 陈师傅开着二十五路车 来到环城东路 与新兴路交叉口等红绿灯时 突然看到一名小女孩 顺着斑马线走了过来 发现异常后 陈师傅一直注意观察女孩的动向 那么就是刚刚都走到楼边了嘛 我以为是都家人在楼边 等着然后走到楼边了嘛 都还是一个人 然后我就常见到 抽了马鱼那种摩远轮的动作 我就想到 都应该是跟家人走丢掉一点 心里面有点害怕了 过了红绿灯 陈师傅将车停好后 就去找小女孩 这时陈师傅发现 一名路人也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 下车以后 下车以后我刚刚走到娃娃身边了嘛 就有一个起电动车呢 看的是有点像那种 拉赫尘那种 差不多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然后陈师傅来 也把他抱上电动车车 然后我就 我就说的 我说你这那边 他就说法才的 然后我就问 问娃娃 我说小朋友 你在这儿来的时候 要招业爷爷 招业爷爷的车子 这样说 确定孩子是和家人走失后 陈师傅将女孩抱上了公交车 以热心市民见状 还专门交代了陈师傅几句 将女孩抱上车之后 陈师傅将车开到马路边停好 在报警的过程中 车上的乘客也帮着安抚女孩 民警将女孩带回派出所后 陈师傅才开车离开 听到这个结果 陈师傅终于放心了 记者从立书头派出所了解到 女孩和爷爷 在习子营游远场玩耍时 爷爷一个不留神 女孩就自己跑了出来 正当民警查找 女孩家人信息时 女孩的父亲也抱了警 幸亏有了细心的陈师傅 女孩才很快找到了家人 前面九 在安徽一名男子遇到交警 查酒驾 竟然是汽车逃跑 交警呢 一边追赶 一边大喊三声 倒倒倒 之后发生什么了呢 一起来看看 当晚九点左右 C系交警设卡 检查酒驾 一辆轿车在接近 查几点时突然掉头 随后驾驶员弃车而逃 民警立即追击 在追赶时 民警大喊 倒倒倒 三声过后 男子竟然一声倒地 这难道是有什么魔法吗 真是静待了所有的围观群众 民警说 其实这一点都不神秘 当时追了好一段路 他发现男子体力不支 于是喊出倒倒倒 之后男子就顺势倒下 被民警抓获 来 男子谎称想上厕所 所以才汽车逃跑 民警现场对他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结果为每百毫升 71毫克 数九后驾车 目前男子刘某将面临罚款1500元 驾驶证继12分 暂扣6个月的处罚 近日哈尔滨一男子 不甚是掉入了寒冷的冰窟窿里 但是呢 该男子没有慌张 而是上演了一部教科书式的自救 这是3月26号中午11点左右 哈尔滨市到外北十九道街附近的江面上 发生的一幕 一名男子只有上半身露出江面 双腿已经陷入江里 看着都让人揪心 不过这名男子的求生欲很强 陷入险境 没有乱扑腾 双手死死抓着冰面 一点点爬了出来 爬上冰面后 男子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努力伸展手臂和身体 增大受力面积 与此同时 岸边的好心人抛来了一根救命绳 男子把绳子系在自己的腰上 之后继续采取不动的姿势 由岸边两名失救者 把他拽上去 上岸后 坠江男子举手示意 向两名失救者表示了感谢 整个过程不过两三分钟 但却是一场 堪称教科书式的自救方式 欢迎回来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 服务道家 我们第一报道呢 全面征集新闻线索 而且爆料可以获得 三百到一千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